中午最新 台北市西門町的周遭 福星國小前有露樹倒塌 壓中了轎車 連線記者蔡玉山 好的 主播各位觀眾 持續帶您來關心 在西門町福星國小旁邊 這裡有露樹倒塌的情形 而我們回到現場 可以看到這根露樹 它的樹根是已經 被連根拔起的狀態 而這根露樹的體積還不小 它是直接往路面倒過去 佔據了兩線車道 其中最嚴重的 就是這輛紅色轎車 可以看到這個樹枝跟樹葉 幾乎是覆蓋了它半個車身 就在稍早的時候 這輛轎車的車主 他也是收到了警方的通知 趕緊到現場來看愛車的狀況 我們來聽一段他稍早訪問 謝謝大哥 要我來移車 目前看起來車子有被打到怎麼樣 應該是 應該是有吧 只是他現在 因為半邊 他右半邊都 現在還在被壓著 有大概哪裡可能有滾損 大概有出雲 這樣子可能要修多少時間 我也不知道 就是開姊姊的車來上班 對… 很想就看到車子被砸到下面 有沒有覺得說滿倒楣的 這名車主是說他因為在西門町這邊上班 所以都會把車停在這個附近 也是第一次遇到這種事情 之後也會來跟相關單位求償 而我們也可以看到在一旁路邊 也是有停了轎車差一點 就被路數給砸中 在稍早的時候 也有其他叫車的車主 也是接到警方通知 要趕緊來把愛車給移走 以上最新主播